离开糖果物民宿 我们便来到蜡笔城堡 每张入门票包含了四个工作坊 折抵消费一百元 购买了入门票 我们便即刻开始第一个活动 第一个是顽色工作坊 先制作红蓝黄三种原色的透光纸板 并利用一般蜡笔和特殊蜡笔 再小纸卡进行彩绘图压 第二个体验来到彩色笔工坊 开始制作彩色笔了 先用大锤子将笔信敲入笔管 再将棉条放入油色墨水内 去敷墨水至八分码 最后将棉条放入笔管 再将笔盖敲进笔管 就可以完成彩色笔了 这个汤所长的图案 非常有效忌 基本上是几 Knei 这个奇怪笔 自己给 ech雾笔 想用最好 馂头 这 我怀疑 我怀疑 ? 我怀疑 是 我们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项体验是在蜡笔工坊制作蜡笔 首先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粉末 我们都用了互色搭配 把模具涂上一圈鱼 倒入粉末 接着放入亚模具进行加压 最后就可以完成可爱造型的蜡笔 鱼的夹来 一个还没有装生 给她搭 她搭 然后全 earned 手拿 圆製 反正 呼人 しま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妹妹随便涂鸦爸爸和爹地的手 爹地画得很美呢 现场也有变装区提供免费道具装饰可以打扮 入门票包含100元得消费 所以我们在商品店买了一些纪念品 之后我们便迫不及待要玩这个彩虹流滑梯 这滑梯高达8层楼是亚洲最高最长的室内流滑梯 穿好防护装备 然后就搭成专用的电梯到达最高处 爹地妈咪在滑梯的钟点荧幕上看着我们 姐姐姐第一个溜下去 这滑梯的钟点荧幕上看着我们 共用了14.7秒从8楼溜到底楼 之后就到我了 工作人员把我扣好就开始流下去 我一共用了15.2秒 差不多11时半 我们便离开蜡笔工厂 拜拜 拜拜